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这个阶段就要来为大家介绍这个音乐大师 只可惜呢 这位音乐大师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这个很多的音乐圈的朋友都非常的怀念他 在今天呢 我们要讲的就是陈阳大师 那陈阳大师呢 其实在近大概三四十年的音乐乐坛当中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除了像刚才你听到了欢乐中国节 他会做之外 其实有很多很多 快智人口的流行音乐作品 都是出自于他之手 那今天是谁 要来说说陈阳老师呢 这位丁小文老师你好 豆子你好 这个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我应该叫做有历史的人啊 所以可以来介绍陈阳老师的作品 这句话你自己讲就好 我们不敢这样讲的 豆子你刚开始说那句话 我觉得真的是 欢乐中国节 在我们以前听的时候 我们一直以为是凤阳花谷那个年代 有没有 或者是对岸的什么哪一省的民谣 对结果不是 他是一个流行音乐这个作者 是我们跟我们很接近的一个音乐大师写的 我们想都没想到 所以你也是很后来才知道 原来欢乐中国节是陈阳做的就对了 你看我们都被骗了多久了 后来才知道说原来这个人就近在眼前 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就要有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来介绍陈阳大师 那就是丁小文老师 事实上其实这个丁小文老师自己已经先开了这个 那我就很不礼貌直接再顺下去 所以说你应该稍微比陈阳老师晚一些进入流行音乐圈 晚一点点 可是你说其实没有晚很多 按照年纪来说是没有晚多少年 但是可能陈阳老师更早就进入这个流行音乐界 因为他除了是有创作很多流行音乐的作品之外 他其实古典也是很深厚的 所以可能应该比我更早期吧 只是那个时候我大概还在念书啊 然后参加那个大学城比赛 所以也没有真是真的进入流行音乐界 所以也搞不清楚 可是小文老师是从大学城开始吗 对不对 可是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创作这件事情 国中 你国中 那其实跟陈阳老师差不多 陈阳老师好像是12岁的时候开始接触到创作这件事情 要讲起这个历史 我小时候就听群星会呀 你是听群星会的人 是的 对 那个历史 对不起 哇那是上个世纪的事情 我跟你跪 我跟你跪 提了不该提的话这样子 我从小去听群星会 然后我的偶像就是凤飞飞凤姐跟刘文正大哥啊 你的脸很不群星会的脸 就感谢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 那时候我是小时候啊 OK OKOK 后来到了国中 因为受到那个民歌运动的启发 就开始自己弹吉他 开始写歌嘛 所以从国中开始写歌创作 然后一路上就莫名其妙就进了这一行了 也没有说莫名其妙 那本来就是你也想要做的事情 对不对 其实 没有耶 真的吗 是你人生的意外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进音乐界啊 你是认真的吗 我是认真的 我到大学念的是大用传播嘛 我一念就是以广告为主 我是一心要进广告界的 只有后来广告界没进成 然后进了音乐圈 就是因为参加大学生比赛 然后就误打误撞就出了专辑 是是是 然后就被飞碟唱片签约 然后就进了这一行 就发觉是不归路啊 没有而且小文老师 比较让大家不知道的一点 大家现在都知道小文老师 是一个很资深的幕后音乐人嘛 对不对 但事实上其实你是有走过第一线的 对不对 对啊 我当时跟飞碟唱片签约是歌手呢 对不对 曾经做过歌手呢 我们同期的是有蔡琴 蔡琴姐 不是林龙玄那一辈的吗 不是 真的 还有李寿泉大哥 李寿泉老师 然后还有那个金志娟 娃娃金志娟 对他那个时候是秋秋合唱团 是是是 还有王子雷呢 你们都 你们真的都好像是一部流行音乐的活字典一样 我的天哪 化石 我到底要不礼貌到什么时候 跪着主持 对不起 好的 好 但我想啊 就是像你们对音乐就这么有感觉的人 那事实上其实在你们读书的时候 一定都会对这些所谓的音乐大师非常的有 你也不要说深入的研究 可是起码就是你可以叫出他们的名字这样子 那这么多的音乐大师当中 为什么 陈阳老师会在你们的脑海当中 觉得记忆这么久 然后你为什么觉得他在歌坛当中 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人 其实大师能够称得上大师 在我们心目中其实没有几位了 包括这个陈志远大师 包括这个李太祥大师 那当然就是在这几位老师离开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都有办一些活动 那陈阳是因为去年嘛 对 所以几位朋友 圈内朋友就一直在思考 就说我们是不是要帮陈老师 也办一个今年的音乐会 然后几番讨论之后呢 我们决定办一个比较小场的 比较有温馨的 就是朋友们来怀念陈阳老师 因为陈阳老师的子弟兵相当多 对对对 然后他写的作品相当多 他跨度很大 包括流行音乐 包括有音乐剧 广告曲尤其多 电影配乐 所以其实跨度相当大 所以朋友很多 所以我们本来就想办一个小场 来怀念纪念陈阳老师 后来又觉得说 实在他的这个作品这么经典 这么精彩 只有我们这边听 好像有点可惜的遗憾 所以我们希望可能可以扩大一下 让更多人可以来聆听老师的作品 重新认识陈阳老师 其实呢 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是在过去 我们陪我们成长的 那个年代的那些流行歌曲 原来是出自于陈阳大师之首 那么就在过几天 也就是5月31号的时候呢 会在西门的河岸留言 会举办一个陈阳的纪念音乐会 只不过呢 那这一次呢 限制入场的人数是100人 我只是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不让更多的人听到 还是说100个人有你们的考量呢 我们其实有考虑要办大厂 但是那个如果说规模大的话 需要比较充分的时间去做准备 那我们的想法是说 能不能做成一个大师系列 就刚刚我提到陈志源老师 李太祥老师 然后陈阳老师等等 希望能够做成一个大师系列 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名人堂的感觉 对 所以那当然是那个需要时间去筹备 当然也需要很大的经费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不要等 了解 对 然后我们先就是抓紧这个时间 先帮陈阳老师介绍他的作品 给一些老朋友 也给一些新朋友 演出应该是7点钟开始 但请大家先提早去排队 对不对 不是 应该这样讲 我们7点钟正式入场 8点钟演出开始 但是呢 我们开放给一般大众朋友的时间 是5点钟来拿号码牌 我们只有100张号码牌 是是是是是 每个人最多可以拿两张 那意思呢 5点钟拿完号码牌呢 你就不用在现场等 你就可以去用餐 是是是 或者在西门町附近绕绕绕晃晃 对对对 回忆大家的青春 对然后7点钟来入场 就可以了 是是是 OK好 那是非售票性质的 所以说希望这个 不管是老朋友也好 或者是新朋友 你想要更认识 陈阳大师的歌曲也好 都欢迎大家在5月31号的下午5点钟 就先去西门的大河岸 拿号码牌 拿号码牌 对对对 OK好 那这次的这个演出呢 虽然说时间来得有点紧急 可是呢 里面来的每一位卡斯 都是非常重量级 而且几乎每个人都跟陈阳大师 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在等一下的节目当中呢 丁小文老师也会跟大家继续来聊聊 这场陈阳纪念音乐会 这里是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流行 You and me 我是豆子 那么在今天的流行听音乐单元当中呢 我们来听听 虽然上次回顾吧 陈阳大师的这个音乐作品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邀请到的是丁小文老师 你好 豆子你好 好的 这个丁小文老师呢 其实也在华语歌坛当中 非常久的一段时间 所以说他来介绍陈阳大师 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但也因为这个丁小文老师 跟陈阳老师 他们两个擅长的音乐风格 不太一样 所以说其实之前丁小文老师 是没机会跟陈阳老师 有合作的对不对 虽然我跟陈阳老师 没有直接的合作 但是我记得 我当时进滚石唱片 那时候我听到 陈阳老师做的电影原生带 桂花像 我简直惊为天人 是是是 因为在那个时代呢 那个我们所谓的 MIDI音乐 才刚刚开始发展 是是是 陈阳老师可以用MIDI 把桂花像的配乐 做成那样 我简直是 一个很古典的东西 但是用MIDI做出来的 配服的五体投地 不是现在 现在大家玩MIDI都很厉害 对对对 那个时候才刚刚发展 我觉得他控制MIDI 那个音乐的能力 真的吓死我 而且我觉得他对于这个 因为其实在那个时代 比较像是民歌的后期 流行音乐的前期 在那个接轨的时代 他能够把这两个东西 然后甚至于有一些新的音色 把它融合得这么好 那个是真的是 自己要玩出一套 自己的套路 对对不对 因为MIDI很多人在玩 你可以去听 那个年代的 很多MIDI的歌 现在听起来很恐怖 对 我们现在听起来 当然就觉得 那个音色很鸟 可是在当时 那个是多先进的音色 对 今天既然讲到 陈阳老师 那么接下来呢 只要请这个小文老师 你先戴一下耳机 我们接下来会听一些 这个声音 这些声音呢 是陈阳老师 那一个呢 是他在第26届金曲奖 那个时候呢 他因为得了 特别贡献奖 特别贡献奖 对 所以说呢 有一段他的介绍 那另外一段呢 是1994年那个时候 陈阳老师那个时候 帮凤飞飞 做了一个 听伤心人说往事的歌曲 这样子 然后那个时候 陈阳老师是制作人 你听听陈阳老师 是怎么说凤飞飞的 对 他唱歌的时候这样 他在讲凤飞飞 男生啊 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他 我问他说 我觉得 我觉得你不太像是女生 本来就这样子 我们家那几个兄弟 他就这样 你好啊 什么就这样打来打去 这个你们都没看到 只有在录音室 或是跟他很熟的状况里面 或是他一闪神 你不注意的时候 那种样子就出来了 平常他很注重他的形象 就有点破坏他 还在窥凤飞飞啊 音乐就是一种生活 我通过生活 可以了解音乐 音乐就是一直变化 这是晚期的陈阳老师 在变化里面 你才得到满足 得到你需要的东西 我常说其实 曾淑琪 没有姚千 没有陈阳 没有如并花 就没有现在的曾淑琪 真的是很感谢他 因为他除了是一个 在扮演一个音乐制作人之外 其实我觉得他更像是我的 一个心灵的导师 或者是一个 上台他是像我的爸爸 如果这个地球上 没有陈阳老师的话 我可能现在都不会是一个 上台拿着麦克风唱歌的歌手 我要强调一个小小的地方是 他 他的那种轻松的感觉 笑着笑着 就把一件事情完成了 笑着笑着 他就会有个点子来 他是个顽童 到今天他是个老顽童 这是肯定的 他真的是玩性很重的一个老师 对 我虽然跟陈阳老师 就是没有直接的合作 就是从他的作品认识他 但是后来就是 在一些场合都有碰到 尤其是在录音室 就陈阳永远看他就是 笑哈哈 他就是很轻松 感觉好像很无视的 但是他就是 把事情就默默的完成了 他虽然做的音乐 有他的认真严肃面 但是他的人 always就是让你觉得 就是很轻松 然后什么好像都在玩 好像很多都无所谓 其实哪有无所谓啊 你看他做的音乐多严谨啊 对 但是所有认识陈阳老师人 都会知道 他就是真的就是个顽童 对 就是永远都笑哈哈的 然后跟你开玩笑啊 什么的 然后一不小心会被他出卖 你们刚刚在那个访问里面 听到两个比较清楚的 女的笑声 一个是当时的主持人小燕姐 另外一个呢 就是凤飞飞本人 就很难得 就是有一个人被亏 还亏得这么笑 可见他们在录音室的相处 是真的很愉快的 对不对 的确我相信 但他们处理的是 一张情歌的专辑 对不对 所以说其实 我相信这个陈阳老师 虽然说现在已经 这个在另外一个世界相扶 可是他留下了 好险他留下了很多很多的作品 那这些作品呢 不会因为陈阳老师离开 然后就这样子终止流传 反而呢我相信有更多的朋友 会因为陈阳老师的精神 所以说呢 希望把这些歌曲 再延续下去 于是乎呢 就是他们的 就很 我觉得台湾音协 或是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 就很用心的去发起了 这次5月31号的这个陈阳禁令演唱会 那里面咖很多很大的 要请小文老师大概介绍一下 好像包括刚才我们在访问里面 有听到的曾淑琴跟周华健也会去 对对对 因为淑琴跟华健也有唱了很多陈阳老师的作品 有冰花嘛 新的方向嘛 对对 然后华健唱的更多了 那个广告曲 然后接下来还有景淳 徐景淳 徐景淳 阿潘 潘岳云 潘岳云 桂花像 对 然后还有赵永华 然后另外还有我们的客家歌王谢雨薇 每个都好重量级啊 最后还有一个 大家想都想不到的 郎祖云 其实周华健之前是不是陈阳老师的助理 对不对 还是怎么样 不是 华健是李宗盛老师的助理 李宗盛老师的助理 对 那在当助理的期间呢 陈阳老师就找华健说 你来唱我的广告曲这样子 所以华健是因为唱了很多陈阳老师的广告曲 然后大家都开始熟悉这个声音 然后才有机会发片 他从广告曲开始的 对不对 对 那这件事情跟丁小文老师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因为华健啊 后来去当了歌手 所以说呢 原来的位置呢 就由丁小文 我是李宗盛老师第二任助理 你们都算是李宗盛的开台元老等级的人 人误会 对不对 所以说华健哥是因为这个样子 对不对 而且我听说一件事情 其实这次你看这个咖很大 然后都很重量级这样 但每位歌手都很发心 都无仇演唱 对这次完全大家都是无仇 包括乐手 包括所有的行政人员 包括所有的宣传人员 所有的技术人员都是无仇的 包括场地 因为Gedi哥跟陈阳老师的那个关系 自然不一样啊 对不对 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 虽然无仇归无仇 可是大家好愿意做这件事情 是的 音乐圈其实常常是这个样 大家都觉得说音乐圈在娱乐的境界里面 好像很五光十色 什么东西都是以利益为导 没有 我发现其实 后来越认识像你们这个境界的人啊 很多人都是啊 很多东西都是先谈了再说 然后无仇也没关系 大家做的爽最重要 其实是这样对不对 豆子你说的是完全正确 就是呢 这一次我们在想这个事情就是 一开始就是说我们就自己跳进来做啊 哪有什么要谈什么酬劳不酬劳的 是是是 所以一开始是这样 后来发觉 哦 又不是我们上去唱 哈哈哈哈 得要找歌手 得要找乐手 对对对 这个压力就来了 你要问问他们愿不愿意无仇吗 对不对 但是后来我们发觉太多人愿意了 哇 这个让我们很感动 也觉得 哎 我们是有温暖的耶 有温度的 有 哎 有没有觉得很身为音乐圈的一份子 为骄傲 为荣这样子 很重要 对不对 就是大家不要再给他们太多的刻板印象 你也表示这些歌手 其实他们真的很愿意 用他们自己的力量 把陈阳老师好的作品 继续的延续传承下去 这个意义我觉得是更重要的 那么其实呢 在今天大家在节目进行的当中 你们听到这些秤底音乐 全部都是陈阳老师在过去 大家耳熟能详唱的歌曲 这样的 好 那陈阳老师的部分先解决掉 下一段节目 我们就要把重点放在丁小文老师 哦 是吗 你难得来一趟 我们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放过你呢 是不是 不需要等我的纪念音乐会再来吗 是那个头 讨厌死了 我询问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去查询 这一场陈阳纪念音乐会的一些相关讯息的话 是有一些什么网站 或是有一些什么脸书粉专是可以查的吗 我想台湾音邪的FBO 然后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的FBO 应该也会有 OK好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搜寻台湾音邪 或者是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的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就可以查到陈阳纪念音乐会相关的一些讯息 OK好 那等一下呢 就要把重点 放在丁小文老师身上 稍后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在这节目当中呢 很难得的邀请到这位资深的音乐人丁小文老师 那他来聊聊另外一位大师 但这位大师呢 很可惜现在已经在天上了 陈阳老师 那也即将会在5月31号 也就是过几天呢 这个很多的艺人啊 或是音乐人朋友 会在西门的河岸留言 举办一个陈阳老师的纪念音乐会 那么陈阳老师的地方 我就先暂时暂停一下下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重点放在你身上 其实呢 这个说起丁小文老师呢 他也算了像是近30年来 台湾流行音乐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性人物 但事实上其实大家不晓得的是 丁小文老师其实曾经也当过歌手 这个大学成时期 然后那个时候呢 因为这个机缘巧合 他其实后来也转做幕后 其实也是你人生当中 就是你不太想再站到第一线 然后才想到转幕后是不是 我觉得当明星太累是不是 我是1985年出道的 其实快40年的到现在 OK 是是是 可是大家对你印象比较深刻 都是你幕后的 对 尤其是做评审老师嘛 对对近几年 那原来我是做歌手 就是因为大学生的比赛 出专辑 然后就签到非得唱片嘛 然后但是出了唱片 以后我们做宣传 我就发觉 第一个新人上媒体很难 那个时候媒体只有老三台 对对对 只有三台 不像现在媒体这么多 还有自媒体 广播电台也不也不多 不多不多 好 然后平面报纸也很少 对不对 然后这个也没有自媒体 是是是 所以那个时候 在主流媒体上面 我就觉得新人真的是没有 没有太多破光的机会 没有空间 是是是 除非你很会自己去 这个运作或怎么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那时候出道 其实算蛮早期的 1985年 那当时呢 歌坛上流 就说比较受到喜爱的女歌手 比如说金睿瑶啊 宁慧平啊 宁慧平啊 都走玉女行的 你看我像玉女吗 你是民歌创作才女行啊 对不对 好 那时候不流行这个 所以我自己觉得 就是好像不是一个好时机 对我自己觉得 再来一个就是 我其实对幕后的制作 非常有兴趣 那个时候 对 然后我觉得我站在台上 也 也 也不是那么适合 放不开 是是 没那么自在 对 没有抓到那个 就是说一个做艺人的 那个 那个状态 然后 当时新人嘛 公司也没交 是是是 所以我其实就蒙起一个 就是我想要退去幕后的念头 所以我后来离开 飞碟唱片说我说我不想唱了 但是当时我离开飞碟的时候 有11家唱片公司来找我 其实让我非常非常惊讶 是是是 就是我自己都不想唱 怎么会有人还希望我 还愿意来找你 对对对 但是我当时就是已经铁了心 我决定要走幕后 然后因为 可是之前有人教你幕后 这一连串是怎么回事吗 因为毕竟你只是一个会创作 或是一个会爱唱歌的人而已 这样 没有当时就是因为大学成路 譬如说合集啊 或者非得录专辑 你就跟着看嘛 就觉得很有意思啊 你是自己在旁边观察学习 学习 就觉得哇好有意思 然后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做得很好 很奇怪 这个莫名其妙的自信 但是也要你准备好啊 对不对 我有时候觉得就是一个细胞 就是你会觉得你可以做好 天分是不是真的 某部分来说也还蛮重要的 其实是 我觉得是 绝对是 绝对是 艺术文化都是一样 所以后来一个姻缘际会 就进了滚石唱片 然后去做李仲胜老师的助理 是是是 然后就真的就是从幕后开始做起 我听说您自己制作的第一张专辑 是美艳房的专辑 对 那个是一个非常 你面对一个这么大 就是当初你这么的才刚出 然后你要面对一个这么大咖的人物 应该很错 那是一个很难得的机缘 而且是一个压力很大的工作 因为我才进滚石做助理半年 半年就接手啊 对有一天李老师问我说 你想不想做骗子 当然想啊 怎么会不想 我们梦寐以求就要做制作人 对对对对对 OK 去香港做梦艳芳 就做烈焰红唇那一张 把我吓死了 我第一次出国 而且就是工作 就把我一个人丢到香港去做 那但是我觉得我第一张唱片碰到梦艳芳 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 因为梦艳芳呢 虽然是一个大牌 他当时在香港已经是一个 对对对 顶尖的拔尖的一个艺人 但是他虽然还有架势 是一点都没有架子 很多大牌其实都是这样对不对 对 我觉得他们可以走这么长的路 不是没有原因 他对他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好 对对对 那一开始当然就跟他比较陌生嘛 就有距离 有距离 然后他还比我小八天 突然之间我好像就变成了姐姐 你知道吗 所以后来我们就相处得非常融洽 然后第一张专辑也是因为这样的 所以你看像刚才我们听到 陈阳老师对凤飞飞那个样子 但你也知道凤飞飞那个时候 就已经是什么样等级的人物 陈阳老师还能够跟他相处这么好 所以说那个工作的气氛营造 其实真的很重要对不对 其实制作人跟歌手的关系 真的叫做相录以沫 我们把那录音室 把门关起来 我常常跟歌手说 这个空间就只有我们 所有一切错误的美好 都在这边发生 美好的我们会留下来 错误的我绝对不会让他流出去 绝对不会带出录音室之外 对所以在这边呢 你可以尽其一切的可能 去尝试你声音的表现 我觉得就是歌手对制作人 一定要有这种信任感 丁晓文老师也看过很多大牌 可是呢在你手上经历过的新人 其实也不少 所以说做新人跟做这些大牌的歌手 那个心态是不是要真的很不一样 有些时候做新人 是不是真的就好像有一个辅导老师的感觉 你要把这个歌手带到一个全然 他可能不是很熟悉的录音室的环境当中 这个身份有点不太一样 对不对 对做新人其实最主要是一开始 你看当时的小虎 对也是你做的 对 我们做新人也多了 对 所以做新人有一点不太一样 就是说他们在市场上的 就是观众对他们的印象 还没有成型 所以一开始我们对他们的定位要非常准 OK 就是他到底是在哪一个TA 这要抓得非常准 然后新人比较没经验 所以我们在配唱的时候 常常要需要讲故事 用情绪引导 但是做大牌 基本上他们不需要你情绪引导 但是事前的沟通要非常重要 就是这个歌他想不想唱 这个工作其实也不简单 就是你要顺着每一个不一样的毛 对不对 你要顺着他的毛去走 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说 这个歌词我可能不是太喜欢 或者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可是你会全然的退让吗 不会啊 你也还是会有你坚持的地方就对 不是因为要那个妥协的那个时间 不会在录音室发生 一定之前就要已经 就是大家已经 场外就已经先沟通好了 然后再带进录音室进来 对不对 带进录音室就是说 我们一定就是很focus 要很专心 是是是 然后如果说歌手对那个歌词 还是有一点问题 我们就会用很多的方式 去告诉他 去解释他 对 有一件事情啊 其实因为今天 前半段讲到是陈阳老师 但我发现了 其实不管是在陈阳老师的身上也好 或是在丁小文老师的身上也好 我实在是很好奇 你们都没有职业俊怠症这件事情 就你们到现在为止 经过了这么多年 三四十年的时间 你们对这件事情 还这么的始终如一 然后感觉起来 你们好像现在就还是一个 好奇宝宝一样 还有很多的东西 是你们还很想玩的 你们真的从来没有放弃 特别是在前几年 唱片这么低迷的时候 你们都没有职业俊怠吗 我有想过这个问题 真的吗 我觉得就我个人而言 就是没有职业俊怠 是因为我一直都在做不一样的事情 就都跟音乐有关 但我一直都在做不一样的事情 你会跳脱出录音室的范围里面 对对对对 所以像我一开始是歌手 后来做制作人 对 然后写歌 对不对 创作跟制作人身份延续了相当久 后来呢 我就有去做这个歌唱比赛的评审 对对对 尤其是电视台 对 然后选秀比赛 是 然后后来我有进入这个工协会 好 然后这几年我也花很多的精神 在那个工部门 做一些产业的咨询的工作 这些角色 思考头脑完全不一样 对 完全要理性的思考 超有趣的 然后2014年我就突发奇想 发神经 自己办了一个入行30周年的 个人演唱会 而且在了一个大厂 国父纪念馆 是有多想要生前办一个纪念音乐会 这样子 你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做了 很恐怖吧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想 入行 入行30年 然后给我50岁的一个生日礼物 但你累积的作品也够多 要不然怎么可以成就的聊一场音乐会呢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OK 我刚入行的时候不是就退到幕后了吗 所以我在30年的时候 我又重新拾起歌手的身份 最后来我也做演出 是是是 OK 很有趣 所以就说用不同的角色 一直在做音乐这件事情 所以他没有什么职业捐带 因为你会懂得变变化不同的玩法 去玩音乐这件事情 对 那的确是 拜托你好不好 就是请你在这个行业 在这个道路上面继续的 keep going下去好吗 2014到现在又快10年了 我那个可能那个 生前告别 可以考虑一下 你要不要录音赶快存档好不好 我那时候不一定可以来宣传哦 对不对 好不好 这样我们就先这样说定好不好 就是如果真的到你告别室那天好不好 好可以到我们 请洽询本节目来搜寻这几个音档好不好 他是丁小文 OK 他爱大家 烦死了 OK好 所以说还是很开心的 就是如果在这几年的流行音乐 没有你或是像陈阳老师这样类型的人的话 流行音乐界真的会很无聊 这样子 再次谢谢你们 谢谢 因为有你们 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 才会有这么多好的音乐陪伴的我们 其实真的 我们从80年代90年代过来 你知道有多少好听的歌 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们 没有机会听到 真的好可惜 好遗憾哦 所以我就说啊 这一场的这个纪念音乐会 或许有很多新生代的朋友 对于陈阳老师之前的作品 觉得认识没有那么深 你就把它当新歌听 你就知道在那个时候的音乐布局 跟现在 可能大家都用抖音思考 做那种很短的音乐的 那个思考逻辑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 对不对 OK好的 时间再跟大家报告一次 这个其实时间有点紧急 但是希望大家还是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去怀念陈阳老师 时间是在5月31号 然后呢 地点是在西门町的大河岸 河岸留言 请大家下午的5点钟 就先去排队 拿号码牌 然后呢 那个拿完号码牌之后呢 大家可以先在西门町 去搜寻自己的青春 看你在那个时候 在西门町里面 到底弃花了多少事情 然后7点钟 再回来河岸留言 对不对 然后8点钟开演 对不对 好 当天的这个丁小文老师 也会出席 是的 对不对 OK好的 实在是很荣幸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能够访问到丁小文老师 谢谢 谢谢豆子 谢谢大家 I like I like I like radio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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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